大家好,我是劍鱼,歡迎收看我的影片 來看一下環台賽台北戰 來幫中華隊加油 短暫的關賽後呢,就要進入正式 我去花蓮參加春季KOM登山王挑戰賽 花蓮轉到 午餐簡單覓食一下 這裡白飯跟王子韻可以一直吃 領物之前先住台摩托車閒況一下 沙卡當隧道 停車場 剛把機車停在這裡 然後等一下呢 這個沙卡當隧道 現在來到泰魯閣 這個是沙卡當隧道 我們要去走沙卡當的步道 五間屋喔 一邊五公里一公里 好了,走到五間屋就很好 這個水 有點 有點懶耶 懶得好噁心 不是只有五間 只有開兩間 好啦我就到五間路就好了 我要回去了 再見啦 回來了 走了 大概快一個小時 就來回一點五公里 也是蠻累的啦 爬樓梯比較累 剩下都是散步 好接下來時間四點多 要回去那個 領物資 在領物資之前呢 我超想去上廁所的 我要去找廁所 上廁所啦 拜拜 快 快 下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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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大 還有兩張床 還行 不錯 這應該是四人房 這應該是四人房 不是定雙人房 但是因為我可能是定在 禮拜 天的關係 禮拜天算是 平日 所以突然就升等了 一個人住這麼大 四人房 早知道 我就不要在外面一直吹風 趕快回來 耍廢 好好休息 明天 碧綠神墓碑 加油 哈哈 本來要搭早上五點 從花蓮到行程的區間車 但是沒搭上 只好從市區 暖身一個小時 騎來七點 現在早上六點 是個適合爬破天氣啊 而且還蠻多選手都在行程的 直接過來比較近 終於要開始了 好興奮啊 好啦 過過門 比賽要開始了 這個春季的KOM呢 從富士國小出發 所以暖身段呢 還蠻短的 過個兩個彎 就要直接放行啦 在這個放行點之前呢 就開始 要爬坡啦 基本上這邊大家都 開始吹下去了 因為很怕 一過這個放行點呢 就被甩開 進入這個隧道之後呢 開始用力的踩 因為我發現好像已經有斷開了 這邊已經開了一個超大的洞 趕快吹下去 看能不能先跟上這個主集團 但是昨天經過的沙卡當隧道 有慢慢的黏上來啦 進入這個峽谷風景優美的地段 但老實講 根本沒時間看 因為要一直盯著前方 專注來騎車 在一開始沒多久 好像就有一些狀況發生 好像是為了要閃大石頭 造成一些摔車的意外 接下來就是一路跟 跟 跟 但是現在那個強度 好像有點太高了 所以也不知道能跟多久 跟了一小段時間 發現我的心跳呢 已經 超過175 基本上超過這個 心跳 應該沒騎多久 我就會爆掉 所以立刻 降速 穩穩的跟在 舒服的列車後面 慢慢的騎 因為路還很長啊 如果一開始就爆掉了 那後面就 沒有什麼 遊戲體驗 另外要感謝 這個前方這位 白色車衣的車友 跟在他後面還蠻舒服的 有慢慢的抓回一些 配速 這也是綠水 我記得我在這邊吃了 第一個包 果膠 然後我這次呢 帶了六包 果膠 想說 三十分鐘補一包 應該是妥妥的 過了炙灰橋的時候 就到 天翔啦 過天翔之後應該就有 慢慢爬坡的感覺要出來啦 西寶國橋的補給站 基本上就是過站不停啦 補給帶的很夠 過西寶後呢 印象中就是高速的緩坡 基本上 這裡就是要一直狂吹速度啦 然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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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這邊 標高速1100公尺 以爬深的 距離來的時候呢 已經過一半了 繼續加油 過了標高1500公尺的路牌 其實現在天氣有點涼啦 新白羊到啦 剩下最後一段 快到了 快到了 不知道 好 過慈恩之後 剩下不到五公里 過慈恩之後 需要這個七五八大哥 腳跟上 好 努力跟跟看 最後三公里 跟著這個大哥 因為他放了一個很High的音樂 讓我不會覺得無聊 雖然 騎到後面有點喘 快要騎不動 但是就是搖緊牙關 能力往前 騎就對了 快到了 最後不到500公尺的時候 我的GoPro好像忍到當機 對 剛好這個路段呢 有大會的拍照 最後破終點的畫面呢 變成縮時攝影啦 最後的成績呢 兩小時五十九分五十秒 還不錯吧 好 好 再來是第三名 我覺得到這裡就好 前面的場地太高 開賽第一個半小時的 往後吊出集團 然後現在有中間的溫嬌 溫嬌一路五號五萬 熱湯 好冷喔 現在在等街 泊車下山呢 本來人很多 現在人很少 然後開始起霧了 在歡凸了 快 應該是最後囉 最後幾個了 下山遇到管制 等了半小時 經過了舟車勞頓之後 終於回來台北啦 竟然下大雨 有夠糟糕的天氣 好累啊 我覺得坐車還比較累 終於結束了這趟 東近碧玉神木之旅 那我的影片也要到這邊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會按讚訂閱分享一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